大家好,来到色赞环节 今天嘉宾请来林sir和我们主持节目 林sir 你好 你好,Herman 美国的债息又抽胜 经常看着一厘六 十年期的债息又升穿水平 传统股份、价值型股份做好 道指又可以再破顶 还有科技股的纳指就继续受压 这个分化的表现 其实预计还要持续多久 兼且如果说到债息都会和债市都很有关 有美银的策略师就说 债券行了一个40年的牛市 他就说是结束的 你会怎样看呢? 这段时间是不是那些资金 会有些真的由债券基金流出了呢? 债券基金其实都有分不同类型 如果是国债基金 即是美国国债为主 确实有流出表现 而他们的价格 确实最近都不是做得太好 当然所谓不是做得太好 可能跌幅大致都1-2%左右 因为美国债那类的债券 基金波幅都不算大 其实对它来说 一个月跌1-2% 已经算大的跌幅了 但是做得好的债券类 反而是人家传统称的垃圾债 是反过来做得好 或者一些高 即是叫做高息 可以去到7-10厘的债券 反而他们的价格做得量力一点 原因为什么呢 其实现在 始终美汇指数 已经维持一个低或一段长的时间 息后都是 美汇指数其实是90元 90元 90元反而上来 去到现在91点多 而息后 可能也很多人说过 美国的息口也都 或者通胀也有进一步预期 那带来什么呢 其实对一些派3-5厘的投资物 是它的价格最受影响 包括Reeds都是 可能大家有留意 以香港来说 领展823 其实他们的股价就当 恒指的指数升 领展的股价 都不能伴随或者反跌 原因就是领展是其中一类派3-5厘式的产物 而有些债券 例如煤气债 或者很多香港的大型发展商 发出的债 其实都是这个range 就是派3-5厘 他们做得不太好 但是相反 例如是内房债近期做得好 就当中国有加紧了这个限购措施 其实内房债仍然是做好 或者一些派7-10厘债是做好 原因是因为现在的通胀就算升 债券、割债的业务就算升 预期都是升到2-3%左右 对于一些派高息的债影响不大 但是低息的收息物就会大一点 那是否算是一个40年的债券牛市 就这样结束了 还是里面其实还要再分的 不是全部都结束了 其实还要再分的 我想债券分几个类别 譬如是高收益债 美国国债 或者投资级别债 其实他们的表现都各不同 而现在国债是差一点 但是高收益债就会好一点 这样 好 你带了一张图来 回顾历史 由2012年开始 不同类型的资产价格的波幅 由最高位跌到最低位 试过跌过多少 但是这幅图是比较复杂的 又有一条红色线 又有灰色巴 又有蓝点 可以和我们讲一下 不同的这些点点 那些巴是代表什么 怎样去理解这幅图呢 是的 这幅图其实在显示着不同类型的资产呢 在过往2012年至今 那最大跌幅呢 为多少 而他们的平均为多少 而现时的跌幅为多少 那大家都知道资产价格呢 都最近有些少回调啊 那就以幅图的最左边 那你看左下角看到一个字叫做GCC GCC其实是一只代表了美国商品的ETF commodities 那其实商品呢 GCC上面呢 有个蓝色点 也有个mean 也有些黑度 黑度是代表了呢 它2012年至今呢 这只这样的ETF跌幅最大是超过五成 即是由顶位跌到底 我们俗称叫做maximum drawdown 最大跌幅 而当中他们的平均呢 就是红色线 达到约莫38% 而现在蓝色的点呢 就是current 现在的跌幅呢 就去到33-4%左右 换言之呢 即是现在蓝色点current的跌幅呢 而它的mean呢 都还有少少距离 也都表示了后市呢 对于商品如果再要下跌 例如金价或者银价呢 可能都还有一些空间 同时表达了由于GCC呢 它们的波幅 即是那些点线 那些.9呢 是比其他类型的ETF是长 其他类型的ETF包括什么呢 例如你看到 向旁边数过两行有VNQ和VNQI VNQ其实是代表美国防托 VNQI代表国际性防托这个类别 或者VTI再数过一些就是美股 TIP就是美国国债 IHY就是高收益债 其实这幅图是想表达 不同类型的资产类别 以commodities 可能也都由于上年有价 即是有一个重错 它们的平均波幅比较高 那你入市之前 我想都要小心一些 而相对波幅比较低 亦都是债内 可以预期 那它们的波幅呢 如果以mean来说 其实很低 就是maximum drawdown 是低于10% 那至于Risk 那波幅这一两年是高的 那也都要留意 那综合各样来说 你看到commodities 如果大家是要买的话 它都可以用来作为收息的 例如commodities 有些期权是关于它们 其实是排得很高的 因为它们近年的波幅高 不过如果是初心或者是 你不预认一些高波幅的投资者 如果有人建议 你这样做 你要留意一下 其实commodities的波幅 可能比你想象中大 那至于 现在呢 以现在的市来说 commodities 会再跌呢 从这幅图讲了 它们红色线的点 连平均都没到 意味着可能它们后市下跌的空间 都还有一些 至于tips 就是美国国债或者jump bond 垃圾债那些 其实它们传统的波幅都是低 和它们红色红色的点 是低於平均 就是它们开始有些超跌现象 反而会不会有反弹呢 我这么说其实也反弹了 你看到美国债的知识 其实碰到1.6厘左右 那已经曾经翻过去 1.4厘1.5厘左右 那可能有些超跌现象 嗯 最左边这个商品 当然它的波幅真的很大 那是不是如果要稳定的投资者 它应该从这幅图 挨向右手边 那些去那里寻补呢 就是说 最右手边的是高收益债 那波幅相对上又少些 那现在又是不是买得过 还有原来它会比一些投资级别 或者美国国债更加稳定 是否这样理解呢 嗯 以现在的市况来说是 那还有也可以看到平均 其实高收益债的跌幅 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我想较为街的买入时机 就是等蓝色点 可能well up well below 就是低个红色线的min 就是某一个距离 总之蓝色点是current 就现在的drawdown 如果比它min低的话 不多不少进入了一个 较为合理一些的区间 可以考虑买入 而是的 确实以现时来说 无论看过往数据 就是看这个maximum drawdown的 历史比率 又或者看未来的息口走势 相信息口都会加 但是应该都有限度 去到两三厘最尽 我想美国债的 yield 也不会升到非常之高 这样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有利一些派5至10厘的bond 其实高收益债 其实在年初至今的价 都跑了不少其他类型的资产 所以我想今年头半年 高收益债率看超 至于你说2021年下半年 我想risk是一个不能够忽自的资产 因为现在市应该是 慢慢从这个 较为低的一点上升 其实现在有国债的 yield 升穿这六度 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往往都是市叫跌市沿北 引育了一个超低息环境 而现在就由超低息环境 步向利息正常化期间 好像这一件事 以前都经历过 就在2010至2012年左右 当年都是由2008年的泡沫爆破之后 经历了一个超低息环境 以至到加息 在加息的初期 其实risk是不好的 但是进入到加息加定了risk 就会向好了 大家看着这幅图 蓝色点低过红色线 代表现在比较抵买一些 可能直博一些 这一字也感谢林sir的分析 这一字色赞来到这里